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同学问 他说 既握如愁的人 是否比较难修行 这个没错 是难修行 我们一定要听佛的教诲 世间人他为什么会做握呢 为什么会造极重的罪业呢 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 先人无知 不舍道德 先人是他的父母 他的长辈 不认识道德 没有教他们 他没有人教今天做错事情了 我们就应当原谅他 不能够责怪他 好好地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这就好 如果既握如愁 这个不好 对自己不利 对他也不利 我们齐心动灭 言语造作 一定要记住自立立堂 两方面都得利才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